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时间7日 世卫组织宣布 将中国国药集团 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 下面是一组社会新闻 日前 教育部发文明确五类专业师范生教师的四大能力 即师德建行能力 教学实践能力 综合育人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 7日 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45起农村乱战耕地建坊典型案例 截至目前 已整改到位33起 正在整改12起 师弟学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因病医治无效 6日在吉林长春逝世 享年85岁 7日 广东东莞市公安局时节分局民警李伟彪在处警过程中遭犯罪嫌疑人持刀袭击 不幸光荣牺牲 目前 犯罪嫌疑人已被控制 7日 四川省邮政管理局通报快递宠物盲盒调查情况 已对涉嫌违法际地企业进行立案调查 涉事快递网点 已暂停快件揽收业务 旧粉丝为偶像打榜投票 大量倒掉牛腩一事 猛牛真果利7日发文之前 并表示将积极整改 旧男孩被体罚皮股分离一事 河南平鼎山市公安局魏东分局6日发布通报 经鉴定 学生愿某某伤情为轻伤 涉案教师已被刑事拘留 旧网传 保险公司员工举牌宣传客户死亡货赔120万 中国人受重庆分公司7日发文 就不当宣传致歉 并对之公司经理进行免职处理 中央气象牌预计 至8日20时 东北地区中北部 贵州西部河南部 江南中南部 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局地有暴雨 下面是一组国际报道 7日 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在我被炸使馆就职前举行平调活动 缅怀22年前在北约轰炸中牺牲劣势 据印度卫生部7日公布的数据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414188例 再次达到印度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 7日 俄罗斯为国战争胜利76周年阅兵 举行全流程总彩排 据俄国防部消息 将有超1.2万名军人191件地面军事武器装备和76架飞机参加9日的正式阅兵仪式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日本政府7日决定把东京 京都 大阪 兵库四都府县的紧急事态宣言期限延长至本月31日 并新追加爱之福岡两县 此外 原定于本月11日至12日在福岡县举行的奥运圣火传递将取消 仅举行点火仪式 联合国6日举行在线仪式 悼念2020年因公殉职的336名维和军人 警察以及联合国文职人员 2020年为联合国因公殉职人员数量历史上最多的一年 美国媒体6日报道 联邦调查局已逮捕440多名 今年1月6日暴力冲击国会大厦的嫌疑人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聚焦数据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4个月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1.62万亿元 同比增长28.5%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4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982亿美元 较三月末上升282亿美元 升幅为0.89% 公安部通报 2020年共打掉网络赌博平台3400余个 赌博推广平台2200余个 跨境赌博犯罪上升趋势得到逆转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 请在文章结尾处为我们点亮再看 我们明天早上见 呼吸引一瞬